支持者將現場擠得水洩不通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和民國黨主席徐新穎 聯手繳筑2016總統大選 填妥表格之後 宋英佩搶先藍綠兩黨 在二十四號上午登記參選 宋楚瑜表示藍綠兩黨 曾經都在國會取得多數 但卻為黨的利益獨斷專行 強調親民黨和民國黨不會勾心鬥角 要真正反映民意 民國黨跟親民黨之間 不會為單一的席位在爭吵 我們各自努力 希望贏得席位 但是這個席位 就是要讓國民黨跟民進黨 他們個別的那個黨不能夠過敗 另外針對兩岸政策 宋楚瑜主張兩岸一家親 跟立馬席會讓兩岸領導人 能坐下來談 證明兩岸關係可以不以武力解決 也稱他自己從二十七歲研究中國政局到現在 會要超過五十年的時間 未來需要有經驗的人用時間來換取兩岸合作的更大空間 同一天下午親民黨也公布了十六位的不分區立委名單 其中一位原住民代表也是最年輕的被提名人 二十七歲來自臺東東河鄉太原部落阿美族的李漢強 現任原住民發展協會監視被排在第十六位 親民黨預估安全名單會有五六席 記者喜故台北市採訪報導